民眾做料理精準的菜蝦子 一般都是在這裡拿去回收 才會等到 不過淡水有請你的共產 李明是把這些菜蝦子 走回去廚房做堆肥 頭上一堆還有一堆的菜蝦子 全部都是準備共產料理之後 用不到的食材 這個時候會看到賣家李明來拿走 準備走回去做堆肥 做堆肥之後你們都會怎麼用 沒有 現在水倒在湯裡 這個倒在菜蝦子 我都倒在湯裡 他現在久來就會變油脂的菜 油脂的肥料 我就是拼菜拼好就堵堵的 因為沒有他的骨頭很硬 比較厚乎 這樣啊 這樣就都沒本手了 對啊 這樣就沒有垃圾啊 淡水區有請你 如果共產外島可以順序做堆肥 立場也特別在外島中心 旁邊涉及喝水鋪滿 只要涉及喝水 就可以用來小火小菜 如果下雨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屋頂上面 都積滿了水 然後水很大 看起來很可惜 流掉都很可惜 所以我們想說 把它接一個水鋪滿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灌溉我們所種的那個 蔬菜啊 或者是那個矮灌木啊 這樣比較不浪費 然後又去環保 然後我們洗菜的時候 那個水還會接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喔 一舉好幾得 其實只要做一些事情 就可以跟兵商時 比動作本手煮完再處理用 有請你透過這款的設計 跟提供 希望給各位更多 你們了解 進一步跟親友分享 在這裏本店看臨金爐 兩醉茶紅波多